美国总统拜登周五4月23日表示 他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合作消除二氧化碳排放 以应对气候变化感到振奋 并期待着与俄罗斯合作 拜登在气候变化问题虚拟峰会的第二天发言时说 感谢做出减排等新承诺的各国领导人 峰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但政府和私营部门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以确保顺利过渡到清洁能源的未来 拜登强调 共同投资于清洁经济的国家将为其公民带来回报